大家好,我是小兰 香热葵又叫葵花 播种时间在我们这里是三月 气温在20-40度左右进行播种 有很多人都喜欢送香热葵 因为等它开花时满院子都显得很漂亮 保生种植的新鲜程度 把种植放入地里面 三点所有就可以发芽 香热葵没有玫瑰浪漫 没有百合成绩 却有着四季的魅力 它散放着不仅是爱情 还有对梦想 对生活的热爱 它的生产收集 从幼苗到生熟 要经历100天左右 一个个新鲜的香热葵花盘 特别诱人 只要给它浇熟水和阳光 它就能还你大大的花盘 香热葵送食简单不限定 基本上在冰级鸡脚干扰 都能生产得非常好 现在我们将绳熟的瓜子几下 不得不说香热葵的果实 哥哥饱满说是不错 像热葵花子 不仅可以生丝 很少食 炸油食用 是一道独特的美食 倒地尿 是一道一道 最初的美食 婚视俩 没什么 是一道 二道 都是一道 热葵炼 帽子 我们 还 是一道 一定 要既点的和有虫面的 用油脂霜放在水龙头上冲洗一下 我这里是锅烧热 倒入香料瓜子 番薯 中火薯是熟熟锅 用干水分 锅烧热 倒入瓜子翻炒 撒入一勺盐 一勺少熟即可 这个需要自己尝一下熟了没 先放盘里晾凉再吃 先放盘里晾凉再吃 你要尝一下 好了 你咬了呀 你看这个吃不吃 看这 看这 我第一个 你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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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一下 凉一下 给它更脆一点 放凉 让它更脆 让它更有热 我咬了 好 我咬了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